6月15日是警察节金山分局纪警察知友会金山办事处 办理了113年的警察节大会 现场除了表扬还有一大亮点 就是来了一群超萌可爱的小小警察 由万里幼儿园的小朋友换上了警察的小制服 在舞台上表演为警察大会揭开序幕 也要感谢警察叔叔阿姨们的辛劳 6月15日就是专属于人民保姆的节日警察节 为了要表扬姬佑的圆景为警察来庆祝节日 金山分局纪警察知友会金山办事处 办理了113年的警察节大会 现场除了表扬最大的亮点 就是来了一群超萌可爱的小小警察 在舞台上表演为警察大会揭开序幕 那我们也很感谢警友会他给我们 在帮我们制作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运动 然后呢我们当然要教导孩子什么叫做狮与兽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个回馈 然后表演这样子的一出戏 一个表演的活动 那可是我觉得小朋友呢 警察们也都很热心 然后也很用心的帮我们准备好衣服 他这个衣服呢他有事先送进来 然后也看看我们的尺寸 看可不可以穿 所以小朋友也很兴奋 这群可爱的小警察原来是金山分局辖区内的 市立万里幼儿园的学生 园长说平日里办活动 常常受到警察的协助与警友会 金山办事处的支持 因此在这么特别的日子里 小朋友一定要来祝福警察叔叔阿姨们 警察姐快乐 我看了这个小朋友的唱唱跳跳 不能说万众演技 只能说在这个唱唱跳跳是一个团队的舞蹈 但是充分展现了个人的特色 所以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以后人要学习的 我们要有团队精神 但是我们更要努力作战 这里面以后长大有没有当警察 耶 那当警察要做什么事你知道吗 只要想 第一次穿上警察制服的小朋友们 非常的兴奋 在舞台上卖力的演出 就是希望能够展现最好的一面 给平日里很照顾自己的警察叔叔阿姨们看 活动结束也有不少的小朋友说 外来长大要当警察 帮大家抓小偷 也守护民众的安全 制造品和金山采访报导